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会一步一步和你们介绍如何使用看包 那么对于一些不知道什么是看包的人 这个是可以用来制作各式各样的设计作品 比如说,Instagram,贴文,脸书贴文,等等 它可以说是超简单版本的,Photoshop 但有一些,Photoshop,上能做的东西,看包,是不能做到的 然后,看包,是透过网页来进行操作 所以我们无需下载任何的软件,在我们的电脑上 另外,如果你的电脑不是很强大,也能清,松使用,看包 然后我们也能用手机下载这个,App在手机上 你不喜欢用电脑或者没有电脑,你也能使用哦 然后这是一支完整的,看包,初学者指南 无论你是学生,老师,或是任何的角色都好 你在看完这支视频后,你会了解机,处知识以及怎么操作 这样你就可以创建自己的设计或者任何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小萱 今天的视频主要和大家分享如何使用,看包 但是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关于如何在网上赚钱的方法 如果你感兴趣,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注册一个,看包,账户 我们能使用谷歌账号,面子书,或者填写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注册 那么我认为使用谷歌账号是最好的,因为比较方便 一旦你注册了一个账户后,你就会进入这里,这里是看包的手页 我在筹划这支视频时,我才知道有中文版的看包 如果你要设置成中文界面,我们可以点这里的设置 然后点这个,language的部分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语言,有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哦 但对于这个视频,我会设置成繁体中文 其实简体和繁体对我来说都一样哦,都是我们华人的文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界面完全变成中文了 那么当我们换成中文,页面时,即使有一点和英文界面不一样 但逻辑上来说,都是一样的 然后对于这个视频,我会和你们解释,看包和看包pro之间有什么区别 那么看包是免费版,而看包pro就是付费版本 所以现在我和你们解释这个首页,这里是搜索栏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要设计的任何例行的范本 然后在下方有快速选项 例如这个推荐使用 出现在这里通常是比较多人会使用到 然后也有社交媒体,活动,行销,文件和订购印刷品 接下来我们向下滑动,这里是你的设计 我们设计过的东西都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你想看完你所有设计过的东西 我们可以点这里的你的设计,或者这里的你所有的设计 一旦我们点入后,可以看见你使用,看包 创建所有的设计都会出现在这里 返回首页 在左侧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与你分享 那么这里是,看包,其他用户与你共享的设计和范本 接下来是品牌工具组 这里我们可以预设自己想要保存的标志,字形和颜色 所以基本上来说,如果你有一个颜色你经常会使用到的 我们可以添加在这里 那么如果你每次只是随机创建的设计 那么这个部分对你来说,也没有太多的用处 但是如果你在公司工作,并且你的公司每一次都有必须用到的颜色 那么这个部分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我们可以预设自己想要的标志,字形和颜色 并帮助我们省下了大量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团队,你可以点这里的建立团队 然后给你的团队几个名字 那么一旦你建立了自己的团队后 你可以看到团队的共享设计 所以你不需要要求你的团队发给你检查 只要他们共享设计,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设计 然后马上可以对设计提出第一时间的建议 这也意味着提升了团队的效率 然后在所有资料夹这里 我们可以看见你所有的设计 你上传的东西,你购买的东西 你的朋友和你分享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以及你删除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资料夹并为它取名 比如说我经常会设计脸书的广告 所以这里我会放脸书的文件 这样每次我要任何的脸书文件时 你直接找这个脸书的文件夹就可以了 我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找脸书的文件 最后这里是垃圾桶 垃圾桶有我们删除的文件 只要你不小心删除的任何东西 可以到这里找回哦 所以现在我们回到蓝首页 所以我向你们解释这里是什么 在顶部我们有导航栏 这个导航栏和英文的界面有一点不一样 英文的界面会比较多一点的选项 这个是发掘 发掘这里有照片不适合功能 那么通常我不会点这里的部分 因为我使用看高的主要目标是设计缩图 然后价格这里 我们可以以自己的目的购买计划 比如说个人 个人专业版 企业的更多详细信息 那么通常我们也不会怎么点这个部分 除非你想知道更多的信息而已 然后这个是设置 可以更改一些我们的个人资料 比如说密码和电子邮件等等 那么现在我们来创建一个设计 有几种方法可以创建新设计 第一种方法是搜索你想要的设计 比如说我想设计脸书贴文 所以输入Facebook 然后就会出现关于脸书的尺寸了 第二种方法是选择这里的部分 例如推荐使用社交媒体 活动行销等等 然后向下滚动 我们可以看到Instagram贴文 简报以及其他类型的设计 然后另外一种方法 也是我本身最常用的方法 我们去建立设计并搜索你想要的东西 或选择建议的其中一个 如果你知道你设计的尺寸 你可以点击自定尺寸 输入尺寸 例如宽度和高度 这是以像素为单位 我们也可以选择英寸和其他 我认为使用看包的最好地方是 他们已经知道社交媒体帖子 或频道图片的尺寸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立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Instagram的贴文和现实动态是 1080x1080像素和1080x1920像素 看包已经知道所有的设计尺寸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搜索关于 Instagram的贴文尺寸多少 那么对于这个视频 我会设计一个Instagram贴文 那么在建立设计这里 我们搜索Instagram 非常多关于Instagram设计都会显示出来 来所以现在我们点Instagram贴文 然后这个尺寸是1080x1080像素 点进来后就会是这样 如果你要获得更多的灵感来设计 我们可以返回首页 在这个搜索栏上再次输入Instagram 然后点Instagram的贴文 我们就会转到这个页面 所有这些范本都是Instagram贴文 这里有一些是免费的范本 有一些是需要付费的范本 我点一个付费的范本给你们看 付费的范本会有一个水印 看包在图片上 如果要消除这些水印 我们必须购买付费版 才能使用这个范本的元素和图片 只要你看到任何一个范本 有写着看包的字 这就意味着这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 那么如果你只是想使用这个付费的范本 但不想使用其他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点这里的移除符水印 所以这里出现需要付费的元素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显示的是马币哦 马币五块转据美元是大约1.25美元 所以我们可以用1.25美元购买一个元素 或者你也可以点免费试用 我们可以免费试用 看吧 专业版账户30天 无线访问他们的所有元素 以及所有他们的照片和视频等等 当然如果你不想使用这些付费的元素 想要以其他的元素代替它 我们也可以删除这些元素 好的 那么我们来谈谈你可以在 Tenva使用了一些工具 功能 选项 快捷方式 首先在顶部 我们能换个名字 比如说Instagram 铁文 在左侧有范本 即使我们在设计中 我们也可以添加更多的范本 或者你也可以搜索你想搜寻的范本 在上传的部分 我们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 影片或音讯 我们可以把图片影片 或者音讯拖放到这个部分 或者点击这个上传媒体 通常我都是直接把图片拖放到这个部分 因为我认为最方便的方法 然后上传的下面就是照片 这些是Tenva的库存照片 有一些照片是免费的 有一些照片是付费版的用户才能使用 我们将鼠标停在图像 就可以知道是免费或者需要付费的 如果写着Pro 那代表着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哦 另外搜索他们的照片也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想要狗狗的照片 那么我在这里输入狗狗 然后进行搜索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很多狗狗的照片 你也会看到 有一些是Pro付费版的用户才能使用 其实免费版本能使用到的东西 已经非常强大了 我们也不需要为了一些图片或者元素 而购买付费版本 除非对你来说价值很高 你真的很需要用到 所以才订阅付费版 然后再元素 我们会看到精选 线条 形状 框架 贴图等等 我们可以将这些元素 放在我们的设计中 这里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元素 取决于你要添加什么样的元素到设计中 点文字选项 你会看到新增标题 新增副标题 新增少量内文 然后这里是我们最近使用的字形 下方还为我们准备了字形搭配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设计 可以使用它们已经准备好的字形 我们也可以在 看包上添加音乐到设计中 比如说 你有一段短视频或其他 你可以在这里添加音乐 然后我们也可以添加视频到设计中 背景的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点背景 之后我们的设计的背景就自动换了 资料夹是我们购买的元素 以及喜欢的元素 但对于建立资料夹 我们需要一个看包专业版账户 再显示更多这里 这里有看包的两个功能 一个是样式 另外一个是图表 然后这里我们能连接这些其他的平台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们也可以连接 Taxos和Pixby 过后我也会使用这个 其实我也很少会使用这个部分 我也相信很少人会使用到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对设计进行编辑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编辑这个范本上的文字 如果我们点这个文字 上方这里就会出显示现在的字体 目前正在使用的是Approfit Face 我们点它 我们有更多字体的选择 有些是免费字体 而有些则需要看包专业版账户 我们直接点字体就可以改变字体了 所以如你所见 现在我选了一个新的字体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字体 我们可以复原 我们可以点这里的按钮 这样就可以回到上一步了 我们也可以使用快捷键来复原 电脑上按Ctrl-Z 苹果电脑上按Cmd-Z 这样我们就能回到上一步了 所以和其他的编辑软件一样 我们可以使用快捷键 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当然像我说了 有些Photoshop能做的东西 但是看包不能做 但是最近我发现到 看包在更新某些功能 本来看包博尔能删除和擦除某些部分 但是现在付费版可以做到这点了 我希望看包以后会更进步 这样我们也可以在看包上做到 Photoshop能做的东西 好了 现在我们来输入我想要的内容 比如说帮助非洲的孩子 所以看起来不错 但是我想让这个字在中间 我们再点一次 然后将它拖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如你看到的 有一些紫色的长线 这个紫色的指南 显示告诉我们中心在哪里 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好 我们还可以放大或放小文字的大小 然后我们也可以眼这里对齐 调整文字的位置 我会选择中心 另外我们还可以添加效果 比如说阴影 模糊阴影 空心 出窍 双重阴影 色阶分离 霓虹灯 弯曲 所以这些就是效果 那么现在我选择没有效果 如果要更改文字的大小 我们需要做的是点这个文字 点尺寸选项 然后选择我们想要的尺寸 或者我们也可以输入自己想要的尺寸 那么我选择80 另外一个方法调整文本 或人数大小的方法是 我们点它 然后拖动这里的角落 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删除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不想要这个照片 我点一次 然后在我们的键盘上 点delete 这样我们的元素就删除了 我们可以搜索其他的照片 来代替这个付费的照片 而且我也不想要这个黑色的方形 所以我点delete 所以现在剩下的元素是这些而已 我们可以改变元素的颜色 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个后面的青色 我们可以点这个青色元素 点这里 接下来选择你想要的颜色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自己的品牌颜色 现在我们给设计添加图片 首先和你们说 步骤没有分前后的哦 哪个步骤开始先也可以哦 取决于你字 几个喜欢 所以我在这里搜索我想要的图片 在这个设计 我想要设计关于帮助非洲孩子 所以我搜索关于非洲孩子的图片 有些图片是pro 所以我找免费的图片 这个看起来很好 那么一旦你找到要添加到设计的图片 我们只需点一次将它添加到设计上 我们可以对其它 也可以使用此处的拖动来调整大小 我们也可以通过在侧面拖动来裁剪它 我们也可以翻转它 如果你要从电脑里上传图片 我们打开想要上传的图片 然后将其拖动到 看包 上就可以了 我认为这是添加图片最简单方法 而不是先上传然后再拖动到设计 所以对于电脑版本拖放是最简单的方法 现在我们为这个设计添加更多元素 我们可以添加比方说这个 我只想向你们展示一个例子而已 以让你知道可以这样做 我们也可以更换另一种颜色 有些元素允许我们更换其他的颜色 但有一些元素不能 我点这里 然后点颜色这里更改颜色 比如说我想要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角落这里 拖动你想要的大小 我们还可以做的是旋转 这里的这个小图标我们可以旋转角度 现在我想和你们分享关于 如何让图层往前和往后 因为有时你想要这个图像或任何元素 或文革位于某个元素或某些元素之后 假设我们想要这个元素的背后 我们可以点元素 点这里的位置 我们可以点往后或移至最后 比如说往后是这样 这样我们的元素就会去后面的图层了 然后移至最后是这样 我们的元素会去到最后面低图层 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元素往前和移至最前 但这样不好看 所以我们回到最原始的设计 我只是想向你们展示 如何将图层进去后面而已 那么现在和你们聊文本 我会向你们展示如何添加文本 而不需要点击输入文本 我们在键盘上按T键 这个是快捷键 我们在键盘上按T键后 就会这样可以添加的新文本 所以可以说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但世界的某个角落 有些孩子需要帮助 然后我们也可以更改字体和改变文本的颜色 比如说我要蓝色 然后我线 再要做的是调整它的大小 像这样 之后我们可以为文本添加一些效果 例如阴影 我们在这里更改颜色 将其更改为黑色 这会更加突出 现在来看看图片效果 滤镜和调整的方面 我们可以点这和一个图片 然后点滤镜 我们用这个图片 我大概给你们看一下不同的滤镜 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我再看清点 我们下来看一看 我们下来看 那么大家银 我们下来看 这是好打个头 特别的 好的 那么现在如果你想调整亮度和饱和度 以及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调整点击亮度 并调整像左和右的杠杆 你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点对比度 饱和度 色调 模糊化 正片复充 运影 如果你不喜欢 可以点重设哦 或者点上一步 也就是这里 或者快捷键 这些效果取决于你们自己哦 而且也取决于你们的设计 现在假设你要为同一个项目 创建更多的设计 我们能点这里的新增页面 然后就会添加一个空白的页面 或者如果你想在同一个范围上设计 我们只需点这里的复制页面 然后就会复制同一样的范围了 现在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新设计 站在同一个项目上 我们可以点击新增页面 然后我们可以做的是 点范围 选择此处以预先设计的范围 我们随便来选择一个范围吧 比如说这个 所以点它 然后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么创建多个页面带给我们很多方便 因为我们不需要返回首页 然后再创建新的设计 那么现在一旦你对你的设计感到满意了 就是时候下载你的设计了 点右上方的下载 然后选择档案类型 PNG 是 考案了 建议的 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格式 比如说 JPGPDF 等等 然后有些选项我们也不能选 比如说尺寸 透明背景 央缩档案 这些都是给专业版的用户 在底部 我们能看到选择页面 假设你只想要第一页 你可以选择第一页 选择了之后 然后点下载就只会下载第一页而已 那么我已经介绍了 看包 的一些最常见的功能和工具 我现在想和你们分享免费账户 和专业账户之间的区别 首先和你们说 看包 免费开放几课堂和非盈利组织 我们点这里的了解详情 我认为看包非常好的地方是这个 因为他们让一些非盈利组织和学校免费使用 看包 pro 所以如果你是学生 或经营某种非盈利组织 那么看包是免费的 所以专业版你们可以看到 每年的费用是37.49马币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哦 所以这里显示是马币 那么以美元来计算 每月大约是9美元左右 那么这些是专业版的好处 每天都有42万多种免费新设计范本 而免费版本只有25万多个免费范本 然后专业版有7500多万张免费时 用的付费版图库照片 影片 音信及图像 然后能枪设计另存位范本 供团制使用 这样你就可以与其他团队成员共享了 然后也有100G云端储存空间 我认为如果你每天有使用 看吧 那么看包 pro 非常适合你 因为如果你每天都使用看吧 那么9美元除以30天 那么一天大概是0.30美元左右而已 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让你更好的了解如何使用 看吧 并开始使用 看吧 进行设计 我个人认为看吧 有非常多的好处 其中之一的地方在于范本 这些都是为你预先设计的 这样你就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在创意或创作 因为这些都已经为你预先设计了 你要做的就是选择 其中一个范本进行编辑就好了 当然免费版本的功能已经非常强大了 如果你不需要使用到专业版的话 那么免费版已经足够了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我一共用了两天的时间来制作 能给我一个赞吗 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你们 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关于如何在网上赚钱的方法 和如何使用我们的手机赚钱的APP 如果你对赚钱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不会和我插尖而过了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留言告诉我 下次为你们分享更多赚钱的方法 我是小萱 下一个影片再线哦